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感谢 什么 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首先吧 感谢脱口球大会 栏目组对我的邀请 是你们 让我体会到了 挣钱不用分账的快乐 本来开场的脱口秀 应该是淡总 他给人说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一特殊情况 这场有一个专题 名字叫 今天你的人设崩了吗 这是一个疑问句啊 我觉得 李淡不太合适 因为李淡的人设崩了 已经不是一个 怀疑的问题了 当然了 我也不想说我 因为我的人设 根本就崩不了 真的 当然可能也是 没有什么崩的余地了 但是这层意思 在我们生活当中 一直就有 什么叫人设啊 就是你在别人眼里边的状态 你在别人眼里 是个什么人 对吧 有人说 这人真不错 过两天再一接触 这人怎么这样 这就叫崩了 对吗 我的人设 大家都清楚啊 我正想说这事呢 真的 有时候跟粉丝打招呼 你就说 这胖人粉丝 人干什么呢 非常热情啊 过来 余老师 抽烟喝酒烫头 你说粉丝跟你打招呼 你要是不回答人家 不礼貌 但是你说这个 你让我怎么回答 我有时候 我就还想跟他解释解释 我就说 相声里边的都是编的 他就跟我说 对对对 就是你这是真的 你说多可气 听着这事我就 生气啊 我要不是手里拿着烟 我早拿酒泼的了 但是你没辙 这就是我的人设 你说一个男的 我还是一个演员 居然有抽烟喝酒烫头 这三个词来当我的人设 我的人设还怎么崩塌呀 所以我也奉劝栏目组啊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希望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幻想 我这个人设 各位 不会崩 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道理 基础低了以后啊 不是什么坏事 真的 老说 这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人设不会崩 我抽烟抽的越狠 我人设站的越稳 不是就是抽烟这点事吗 对于我来讲 在人设这不叫事 有的人不成 哎 这有 有人抽烟上去拍下来了吧 大家都知这事吧 啊 你看这 这就不行吧 还弄出挺大事来 对吧 但是你要说我 放在我身上抽烟这个事 我说哥们 来 我抽烟你拍一个 你肯定说 我拍那玩意干嘛呀 你天天抽烟 我拍着有劲吗 要不你把烟掐了 你拍不抽烟的 行不行 前两天我在我的马场 我自己有个马场 大家都知道吧 养很多小动物 我在我的马场餐厅里边 请了一帮朋友吃饭 啊 结果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一边抽烟 朋友拍了视频 传到网上去了 有很多粉丝 就开始攻击 就开始骂 举谦 他也不道德了 一点功德都没有 公众场所你就抽烟 啊 我给他回 我说兄弟 你看仔细 这是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大点 你这应该 他就没话了吗 人还有话 啊 你们家怎么了 你们家你 你也不应该抽烟啊 你抽烟 你最起码对你 自己身体也没好处啊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 对不对 你不想着自己的身体啊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自己身体啊 你看 听完他这句话 我就很感动 你这些人 他在骂不上你的时候 他就开始关心你 你说这个人 你这多欠打啊 这玩意儿你 喝酒我也不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但是这油饮怎么办 油饮 少喝 我也以前不行 以前就经常喝多了 啊 这现在网上还有我喝多了上台的照片 包括视频 都有 好些朋友都看过 啊 后来自从那次以后 我觉得实在是 首先对不起观众 这毛病得改 啊 我就 这个 给自己定了一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叫 上台之前不喝酒 喝酒就喝老村长 反正也得说 我就这么愣说 你们打我呀你们 然后 我就感觉我那句话呀 就 说的有点不太准确 什么叫上台之前不喝酒 我就改成 喝酒之后不上台 所以你看我现在就很少上台 这 就得了 说的都是闲话 咱们话个题 还归到人设方面来 下面 我们有请九年前新版《红楼梦》里扮演 少年贾宝玉以后 就再也没有扮演过什么重要角色 我说这怎么让我念呢 感觉这得罪人啊 我这老好人的人设也就快崩塌了 有请 余晓彤 大家好 我是蔡明 古曹大会这个节目 我特别喜欢看 我觉得这些晚辈特别厉害 让我们这些前辈压力很大 不过今天还好 那些厉害的都没来 不然场面就会很难看 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死在沙滩上 这个有点过分的啊 这个有点过分的 看看他们 我绝对不是说你 我绝对没有说你 请坐 我们来说说潘长江 他为什么可以上这种劲啊 好奇妙啊 好奇妙 私下里我叫他潘哥 潘哥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人家紧跟时代潮流 第一批搞短视频 两千多万粉丝 人家这是先天优势 这身高 只要拍出来 就是短视频 别人都得数频拍 只有他和皮育够了 他不仅拍短视频 还玩手游 有一回春晚啊 我们剧组一起玩一个射击的游戏 第二年春晚呢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潘哥就问了 你们哥哪个区呢 我说我们都不玩了 你也别玩了 他说那可不行 我充钱了 我充老多钱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十年过去了 每次见到他 他都在那玩 刚才在后台 他还在那 他还在那打枪呢 我真的很想问他 这游戏是不是 只有你一个人在玩 这一个人养活了一家公司 就你这个玩法 都玩成法人了吧 没有 没有 闫鹤鹤翔 没听说过 但是相声演员呢 我倒是认识很多 他们天天在那吹牛 天天说爆菜棉啊 爆菜棉 见了面 没有一个敢爆菜棉 相声们呢 他们辈分非常严格 郭德纲呢 管我叫姑姑 所以什么郭麒麟啊 孟和唐呀 袁云鹏啊 见了我都叫奶奶 所以今天我想问问 这孙子是谁呀 我真的不是占他便宜 咱们问问他 你该叫我什么 奶奶 奶奶奶 平身 他结果认识太好了 像爆菜棉这种梗吧 还是适合王建国 王建国你好 我不是李雪芬 我是李雪芬的婆婆 你可心真大呀 还在这吐槽大会 巴巴巴巴巴的 李雪芬都跟我儿子跑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实情啊 其实啊 我最开始找的是建国来演我的儿子 建国是不是 他不来啊 他说怕演不好 你怕啥呀 你肯定演不好啊 但是你是跟我演呀 什么样的歪瓜裂枣 我带不动啊 你看看对面 你潘叔都站起来了 完全是不打自招 就是啊 他要是不是跟我演 他怎么能变成 小陀螺小萝卜 小螺丝小鸵鸟 小菠萝小拖鞋 小骆驼小摩托小摩托 然后想见过吗 菜名爆菜名 丁泰生 我不认识 不认识你喊什么呀 我就听说啊 他批评娃娃的歌难听 我就去把那个片段搜来听了一下 确实难听 我又仔细听 啊 原来不是娃娃 是丁泰生在巴巴 好多人也管我叫毒蛇 不同的是 我的毒蛇招人喜欢 你的毒蛇呢 有点招人讨厌 所以今天我来教教你 怎么能又毒蛇 又招人喜欢 首先 你要 说得在理 其次呢 你要说得好玩 当然最重要的 你要跟人家商量好 比方说 潘哥 我可以骂你吗 你 你随便骂我 丁泰生 骂他 其实啊 我跟潘哥 我们除了工作 私下里也很少见面的 现在的CP不都这样吗 当然了 雪芹跟建国除外 他们俩现在连工作都不见面了 我呢 做了一辈子的演员 虽然辛苦 但也很值得 我在B站 现在有一个熏牛偶像 叫蔡蔡子奶奶口 有一次直播 飘过来一个弹幕 上面写 我的爷爷奶奶 看您的影视剧 我的爸爸妈妈 看春晚 我在B站看蔡蔡子 感谢您 陪伴了我们三代人 哎呀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就赶紧说 那你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你们三代人可别忘了 一键三连哦 谢谢大家 我是一不小心 就陪伴了三代人的蔡明 大家好 我是潘长江 这么多年 我终于有机会 吐槽蔡明了 大家年年看着 他在春晚上欺负我 今天我也来欺负欺负他 当谁不敢呢 我就不敢 我有啥不敢的 那天我就当他的面问他 让我在舞台上欺负你一回呗 他很有风度 笑的喝的跟我说 滚 他让我滚 我就滚了 我翻着跟他就走了 你说我跟他上了几年春晚 这外号给我起的 什么小陀螺 小鸵鸟 小摩托 小螺丝 骂我都骂成灌口了 大家都刚落不住了 那肃的 嘎嘎嘎的 今天我也给你起个外号 姓蔡的 你给我挺好了 你这个大 你这个大漂亮 你这个大美女 你这个大长腿 我还就 不敢骂你了 你能把我打的 你说你一个貌美如花的老太太 咋这么毒舌呢 就你这舌头 吃饭的时候咬着了 那倒算服毒自尽来 菜鸣咬五步舌一口 五步舌只能走三步 那菜鸣为什么要咬五步舌呀 那指定是五步舌招的了 五步舌他活该呀 绝对活该呀 今年没上春晚啊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没被菜鸣刺我 我就跟没过年似的 菜鸣老师呢 在我心中那就是年呢 大家在那天天放炮 就是为了除他 所以跟菜鸣合作呀 也就是我这个受气包 一般人还真来不了 你看 郭达都给气出高血压了 这才长得我 因为我血压高 也高不到哪去 我高血压 相当于别人气盖冲血了 得得得 我也别说太多了 把菜鸣说急了 再把我给蹬了 明年还指着蔡老师带我上春晚的 蔡明表演是好 就是这个表演方式啊 太废老头了 就咱们这个年龄段吧 留给你的老头已经不多了 听我的 别换了 你还想换啥样呢 就厂上这些人 你看看 就那个 就剩张绍刚了 这老头一看也不咋地 穿得比你还像老太太呢 我来说说其他人吧 这其他人吧 我还真都不认识 一会儿啊 叔啊 跟你们好好地认识认识 完了别回头又挨一顿臭骂 不过 丁泰生除外 这人我打听过了 最好别认识 大张绍我倒认识 就他那破歌 我听过 不就洗刷刷吗 我跟我外孙子洗澡的时候 经常唱这首歌 洗刷刷洗刷刷 洗干净了去哈拉 这个完了 我外孙子说 老爷你别唱了 这歌比你还土呢 外孙子说 大张绍呢 当年也上过春晚啊 唱了倍儿爽 书真羡慕你 一个人就能上春晚 还用不着爱你菜名的骂 我要是能这样 那我也笨说 但我做得到吗 我做不到 小品哪有一个人演的 没有 所以最后 我还得发自内心地说一句 明明爱你哦 其他CP天天换 你的陀螺一直转 谢谢大家 我是喜剧老顽童 潘长江 谢谢